自从王宝强传出马容出轨之后,关于这件事情的争论,就一直没有停歇过。 虽然近些时间二线的病医主角送者已经认罪符伐,但是视野反派女一号的邓马容已经没有认输的打算,最近动作平平,欲言欲略,甚至有几次给人以决定反击,反败为胜的错觉。 而在近期,马容作为主要与王宝强正面应刚的对手,马容却开始声东激西起来,他明面上与王宝强不死不休,背地里却投入到了和范冰冰自逼大战中,而且出手就是大手笔,心狠手蜡欲将范冰冰斩于马下,一副伪斯固我在,天后不过猪拱告白菜的架势,是经起源于网上流传的一张范冰冰和中年男子的亲密照。 这张照片传出后,引起了很多的关注,也被不怀好意的各种媒体转发多次,看到引起的后果如此恶劣,范冰冰工作室不得不出面澄清,说这张照片是假的,并且保留起诉这些私自黑范冰冰媒体的权利。 这时候,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马柔闪亮登场,毫不犹豫地带着范冰冰的黑历史一顿猛疤,历秋八史上最佳女人的头衔送给范冰冰。 此别力度之大,别的已经从梁多虚的范冰冰不得不重新出山,这个待遇,之前可只有王思聪享受过。 那么马柔为什么会有此举动呢? 源头也许出在草根巨星王宝强的身上。 近一段时间,关于王宝强和马柔,就两人对于孩子抚养权的判决已经出来。 男孩子判给了王宝强抚养,而女孩子则判给了马柔抚养。 但是作为妈妈的马柔就不愿意了。 不仅说自己是婚前怀孕,孩子跟王宝强没有关系,而且准备再次上诉,讨要回儿子的抚养权。 但是王宝强也不是赤诉的,直接申请强制执行,而作为被执行人的马柔,便决定输死一搏。 那么为什么会牵扯到范冰冰呢? 也许这是马柔的临死后的胡乱攀扬,疯狂反扑,根本不管对象是谁,要么就是为了转移大众的视线。 毕竟没几个人能够今年内月的承受骂名,也有可能他真的掌握了什么证据。 想要为弱势群体发出公正之音。 各位网友,你们觉得马柔首次范冰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? 欢迎下方留言区说出你的公典。